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听我念三归二人 阿瑟利全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 离肉中尊 归依蒸茄 珠重中尊 阿瑟利全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 离肉中尊 归依蒸茄 珠重中尊 阿瑟利全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足中尊 归依达摩 离肉中尊 归依蒸茄 珠重中尊 归依蒸茄 大经科著 第569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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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項 第3項 第2句 有匯疏弱 从这里看起了 从这里看起了 有匯疏弱 观之子 直三观也 开乎三体三观者 万行之遥书 菩萨之肝胆也 我们念到这里了 三体三观 是中国人 智者大师 根据法花经 提出来受行的 书妖了 这样提出来之后 曾经受到印度 当时来到中国传法的法师他们 他们在天台山见了智者大师 看到大师提出这个三体三观 非常赞叹 说这个修行方法 好像世尊 在《灵验经》上所说的 吉田河太 贺沫 在山沫 砍 沙沙 在山沫 这样中国人才知道 印度有一部 大佛鼎首灵验经 这部经在印度 国家认为这是秘密 不让外国留学的人看 所以到印度留学都没有看到这部经 袁章大师回来了 带了很多经书回来 没有这部经 国家把他列入禁书禁止出口 但是中国人还是有福保 感动了印度一位法师 波茨密帝 他尽方法偷渡 几次都失败 都被查了出来 受了处分 他依然不死心 最后把这部经写成很小的字 将这个手臂割开 藏在手臂里面 等到这个伤好之后 肉生出来 才过关来到中国了 没有查出来 用这种方法 带来到中国了 他是从海上来的 从中国广州登陆 再把手臂割开 经书就拿出来 不知道用什么水去洗干净 血洗干净 文字就没有损失 这样在广州翻译成为中文 这个是很特殊的 他不是这些大法师列上翻译的 这是单独这样的一本书 刚好遇到黄庸了 黄庸是毛泽天 遭皇帝时的宰相 大概是犯了过失 被贬到来广州 做地方官 所以他有这个机缘 参加了这次翻译 他是担任 润文 所以 宁厌经的经文 在文学上 称为第一 可以与这个庄子比较 这是黄庸的手笔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如果不是贬到来广州 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贬到来广州 有这么好的机缘 在灵厌经上 做了很大的功德 但是实际上 灵厌经上佛讲的 与这个智者大师的 三体三观 仍是有些差别 因为三体三观 仍仍是用 色心 去修学 而灵厌经上所说的是 舍色 用根 大大港不相同 所谓是 不用第六意识 用什么呢 用六根 根中之性 是真正的灵厌经上所说的修行方法 灵厌会上 或 专考方便 问这些 大成就的菩萨他们 问他们是怎样成就的呢 像日齐修行的方法 归纳为 之十五大类 修行 总不外乎 六根 六层 六根 六层 绿色 这叫十八界 这十八类以外 就是 地、水、火、风 空、剑、色 叫做七大 这个 朱玉法如来所说的修行方法 都不会超过这二十五种 灵厌会上 每一种 由一位菩萨 做代表 说明他们修行的过程 之道里面 大世智菩萨 代表念佛 玄通 在七大里面 大世智菩萨是建大 大世智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以根 玄通章 是普通 普遍适合 梭婆世界 众生的根基 适合这个地方的根基 大世智菩萨 这样大世智菩萨 是适合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的根基 这个不一样了 所以 二十五元通里面 两个特殊的法门 我们地球上众生 确实 大多数 听 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 看 有很多人 反而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听得清楚 所以 闻树菩萨 代表 娑婆世界众生 选择 法门 他选择的是 观世音菩萨 以根玄通 说 此方 真教体 清静在 阴闻 阴声 文化 在印度 释迦牟尼法 以港经说法 为第一个手段 在中国 孔子教学 亦都是以二言教 为第一个手段 这就证明 任性 最契合 这个时代的人的根性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就是娑婆世界 时代是释迦牟尼法 时代是释迦牟尼法 法云 释迦牟尼法的影响 释迦牟尼法的影响 空间是整个地球 时间是一万二千年 分为正法、障法、末法 正法一千年、障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我们现在正在末法的时代 末法的前面 后面还有九千年 这样佛在大习经上 告诉我们 正法时期 人的根性 去佛不远 佛的维教规矩 还留在世间 真正 依照戒律修行的 都能够正果 障法时期 人的根性 就差了 你就是说 被掩污 比较肿 收戒律 不能够正果 要收潜顶 末法时期的众生 就更坏了 真是叫做一代 不如一代 不如一代 自由 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 这才叫做成就 这部经 专门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对极乐世界 方方面面 介绍得非常详细 皇上到极乐世界 一生 决定 成佛 所以他是 太树食嘛 这样这两句经文 观法 如法 三味尚值 课题上是 观法 尚值 梅疏 梅疏 在日本 祖师 对无量寿经的注解 他说 观之子 这个观法的观 就是三叛 下面两句的说话 讲得好了 三叛者 万行 至遥书 亦就是说 所有修学的法满 八万四千法满 无量法满 三提三叛是修行的 众光灵 菩萨 知肝胆 肝胆是个比喻 人 五脏六虎里面 肝胆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不能够无了肝 不能够无了胆 三叛三观 我们在三脏法素节六里面 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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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法花 圆意 文字 文字是法花如蔚 里面 列络下来的 替者 替审也 审就是审察 替就是认真 认真地去审察 为替审一切法 即空 即假 即宗 你认真地去观察 了解 世间 一切法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一切人 一切事 到底是什么呢 大师 根据法花经所说的 佛说的 得出这个结论 一切法 一切法 即空 空是了不可得 波义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不景空 无所有不可得 种旗并不可得 无所有不可得 无所有不可得 与税 无所有不可得 无所有不可得 其分之 这些人 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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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个说法是非常接近的。 就被科学证明了。 啊!凶! 是!博学特! 金刚经常说,还所有相,戒时虚妄。 这个虚妄就是凶了,就是假了。 利达菩萨跟我们讲事实的真相。 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专门是由思想波动产生的幻想。 所以科学家研究到最后的报告说, 说给我们听,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 因为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 这句话,以前没有人讲过的,只有大乘经上讲过。 这样发给科学家,要早了二千五百多年了。 佛、佛讲出来的。 啊!物质是真的,不存在。 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现象,是很多很多物质现象糾纏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的物质现象,是这样的一件事。 好像我们看电影了。 古老的电影,现在用数码看不到。 古老的电影是用环境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画。 这是古老电影的环境片。 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也就是说,一秒钟,它放映了二十四张。 镜头打开, 将这一张投射在银幕上,马上关起来,再放第二张。 第二张关起来,放第三张。 所以一秒钟,二十四张糾纏在一起。 大家看到的内容了。 看到里面的画面了。 如果二十四分之一秒只看一张,会是什么现象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将这个电影的底片只留下一张。 其他通通都抹去。 在这个银幕上放映。 那个速度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看不看到呢? 看到了。 看到什么? 看到光闪了一下。 就没有了。 光里面的东西都没有看到。 它是太快了。 未看得及,它的时候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银幕上看,至少是二分之一秒。 也就是十二张。 糾纏在一起,看到它的内容。 啊!半秒钟。 二十四分之一秒,看不到。 现在佛跟我们说,实际上,宇宙之间的波动现象, 它的频率有多高呢? 是,一秒钟,由一千六百兆次生灭。 一千六百兆次生灭。 这是一秒钟。 啊!就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生灭。 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不知道呢? 完全是不知道。 所以呢,宇宙的生灭在哪里呢? 就在眼前了。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它的速度太快了。 二十四分之一秒,我们只是感觉到光一闪。 所以将这个速度要加到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次生灭在哪里呢? 一千六百兆次生灭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面前,眼睛是看不到的。 耳是听不到的。 再大的音声也没有听到。 再大的音声也没有听到。 再大的光亮也没有听到。 这是现代科学家证实了。 这个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 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呢? 就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所以你怎样能够捕捉到它呢? 我们六斤都没有能力感受到它。 眼睛看不见,耳是听不到。 鼻又闻不到。 舌液都尝不到。 身体接触不到,根本就没有感觉。 心里面尝不到。 它在哪里呢? 就在面前。 有没有消失到呢? 没有消失的。 哪可以看到呢? 大乘经上佛讲的。 八地以上,它看到了。 宇宙的生灭就在当下了。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八地以上。 菩萨五十一个阶级。 八地、菩萨是最高的四个阶级。 八地、九地、杀地等各。 八地、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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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之和的杀地等级。 这里面是最高的四个阶级。 你才能够看得出。 你才能看得出。 你才能留言的。 你才能在《西南神名书》。 那 Davui,是完全得过。 它们还是说 nope, 这是 kierunai 多么高深的专攻。 菩萨的阶级呢? 所以他看到真是空,还未看清楚就消失了 接着第三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面的物质现象都是独立的 没有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相糾纏在一起,看到是什么现象? 相似相众相,不是相众,相众就是完全相同,他不是相众,所以是相似相众 我们就误会了,以为他是真有,以为他真是存在,在这里上起了贪亲痴,那就错了 相众从哪里来的呢?自性变现的,自性的体是空直的,没有相众,没有任何现象, 但是如愿能生一切现象,虽然能生所生的现象是生灭相,就是刚刚说的,是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的相似相逐相, 不是真的,所以即空即假,即空即假 中体呢?中这个意思,你将它通通搞清楚,搞明白,这样叫做中, 象kaa中 algún,而叫做足道,我们将这个念下去, 驻法本空,众生不了,六度众生,十法界众生,五明了事实的真相,执之为实,执着,执着这些假相以为是真的,而生妄见, 产生初五的见解,初五的思想。 若以空观荡之, 则为实之情自妄, 用空观,你看他的性, 性一无所有。 你便不会在这些现象上生起妄想分别执着, 便不会生起这些东西。 情妄即能离于诸上, 知到它是真相, 当体即空, 尿不可得。 你对它不起妄想分别执着, 这叫做情妄。 上有没有妄外,没有妄外格。 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诸上有没有妄外, 诸上,若你, 一切上, 你都不执着, 没有分别。 不起心,不动念。 直真空之理, 自然体了, 顾名, 真体。 真体就是智性的本体。 智性能生万法。 慧能大师开含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 何其智性能生万法。 它自己本身什么都没有。 为何会能够生万法呢? 这里面有个缘。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众生有感是有心的, 佛离应是无心的。 佛永远都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分别执着。 它如果是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它就堕落了, 它变成为凡夫。 凡夫又起心动念, 又分别执着, 佛菩萨是没有的。 哈! 仕加布尼佛 释验在印度。 智者大师释验就是在中国。 中国有一些祖师大德, 佛菩萨在雷格。 它也是释验普通人生, 也有父母, 亦都是怀胎十个月生下来的 一生与我们一般人是差不多 我们如果问他 他的一生有没有起心动念呢? 有没有分别执着 跟你说他真是没有的 那是什么呢? 再来人 他是来表演的 啊!舞台上表演? 表演得非常逼真 你看不出破绽的 所以奸离佛亦是如是 佛这些弟子当中 很多很多都是古佛再来的 正是古德所为 一佛出世 前佛永户 一转佛来到这个世间 一转佛来表演圣佛 很多很多拥护他的菩萨 声闻 还有在家护慈的国王大臣 都是佛菩萨再来的 要用这个舞台来表演 要用这个舞台来表演 佛花 又缘众生 是这样的一件事 千万不能够当真 当真就错了 第二是续体 续即是细续 白一切法之为也 真体是闻一切法 一切法在自己心里面是无观念的 跟这个金刚经讲的境界是完全相同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一切现相 在八地以上菩萨心目当中 一变空直 真相 尿与 子长 他见到真相 凡夫见到以为有 这是假相 菩萨心目当真相 菩萨心目当真相 相而无相 无相而相 可以利用这个幻相作佛事 就是导众生 一定不要以为这些相是真的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不碍事了 诸法谁值本空 皆不可得 又以假观照之 七能 提了 提就是真的明白了 星巨诸法 历历 与念 顾名 续题 诸法在哪里 还是自圣生起的 自圣 能生 能言 自圣是没有分别 自圣是没有执着 分别执着 是阿拉耶 忘心 四场 迷了 才出现一个阿拉耶 阿拉耶 那个五 阿拉耶就不见了 所以阿拉耶是个妄心 妄心不离真心 妄心是真心的影子 要把他认识清楚了 他一点的妨碍都没有 认识不清楚 他的妨碍就很严重 为什麽呢 他当家作主 认识了 认识了他就是家里面的工人身份 屋人的地位 他会将他自己 应当做的事情做好 服事于主人 如果不认识 他当家作主 便宾主颠倒了 家里面的工人当家 家里面的转人变成了工人 这就完全错了 古人这个比喻比喻得好 第三 中题 中直 中整 中 不辨 不扯 统一切法之位 统一切法之位 前面所说的真谛族谛 真族不二 真族是一 诸法本来不利两边 不职两边 他不是两边 他亦都不离两边 又以众观观之人 真则能替了诸法非真非族 直真直族 真相确实是这样的 相相是假的 胜就是真的 假相跟真相 又和在一起 你如果会辨别 很像黄金 黄金是真的 真是 将它造成一个账 账是假的 造成一个佛账 我不喜欢佛账 账这个黄金融了 他造成一个畜生的账 小狗小猫的账 账变了 黄金是没有变的 真是没有变的 账是假的 所以说 看不要执着 相也不要执着 你才是真正得受用了 所以呢 一切诸法非真非族 讲真讲族 都有果实的 但是 要将它讲清楚 讲明白 这些的名词术语 是有必要的 名词术语是假的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说的 但是诚法 确实是这样的 即真即族 清静 动设 原容 无碍 即一 二三 即三 二一 可思 顾名 中提 所以 看一件事情 看一样东西 菩萨与我们凡夫看法是不一样的 菩萨所看到的是三体 无碍夫看的东西 没那么清楚 菩萨一看便了解了 再看下面 三观 这一条 天台三观 为天台智者大师所立 观即照了之意 观大一念之心 即具三体之法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一念之心 一念是关键的字眼 什么叫做一念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念之心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过一念 太微細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你如何去上升呢 现在我们用照相机去照相 上门 一百分之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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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分之一秒 一千分之一秒 大约五百分之一秒 照训射机就没问题了 它这么高的速度 你快门一开起来照片就拍完了 它是没有动到的 五百分之一秒看飞机是没有动到的 千分之一秒就更加逼阵了 还有一个概念 一千六百分之一秒概念就没有了 这样叫做一年 所以一年自心 这一年有物质现象 有精神现象 梁德菩萨跟我们说的 黏黏成形 形就是物质现象 五蕴里面的色 形皆有色 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 当时 朝见五蕴介控 五蕴是什么 五蕴就是一年了 二年被科学家发现了 真正找到物质的根源 物质是什么东西 明白了 经常说的五蕴 五蕴就在一年当中完成 科学家称它为微宗子 一年当中的物质是什么东西 体积有多大呢 科学报告里面说 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一粒的电子 电子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 就是一百亿个微宗子 糾纏在一起 等于一个电子 那么小的东西 这里面就圆满地 包括 三提字法 前面讲的空假中 圆满 包括左辣 若观深空 就是一切法界控 这叫真体 若观深假 就是一切法界假 这个是续题 怀控 是观 是观 上中之盛 自中之离 观这个 这个是空不可得 是观 观假的 是观现相 上有 一切法 都是假相 这叫续题 若观深中 这一切法界重 还是将它融合在一起 看到它的真相 这叫中体 中体 非空非假 非真非族 它是原用的 一即是三 三即是一 对于圣 对于上 它也不执着 都不分别 最高的阶层 不起身 不动念 全由成法 实非修成 这个匪 跟这个底下库的非是一个意思 股市后是通用的 都是智升法的 不是修成的 互于一心 远有三涌 所谓一心三观 换句话来说 你对整个宇宙万化 你怎样去看法呢 看到事实的真相 下面 你和我讲三观 第一个空观 空者 离声 离商 声是空的 商是假的 他生灭的速度太快了 他是不可得的 围观 日念之心 不在内 不在海 不在中间 明治为空 这些细法 都是这个念头 变现出来的 年历 能量之大 不可思议 现在科学家 刚刚开始 以发言念力 直到念力 有能力改变 物质现长 科学家最近提出 以心控物 这个定论 如果是成立 地球上人的生活 会改观 今从前大的不一样 没有受物理学的影响 包括我们现代 没有受物理学的影响 新的科学是什么 不是物理 是心理 因为他们的观察 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 所以物质是假的 所以物质是假的 是假的 佛经上 说了很多 竟随心转 一切法从心上生 这个说得好了 这些说话被现代科学家承认了 他们发现佛经上讲的这些说话是事实 以前就不知道,现在完全明白了 随观一念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这样叫空了 由观一念空谷,一空一齐空,无假无中而不空 假亦是空,中亦是空 三观皆能荡相古 荡相是离一齐相 他空荡见 见事至上 是空 见就是见华 似就是私华 见事烦恼也是假的 是不存在的? 用假当尘沙之上 陈沙是个比喻 比喻分别 无量无必 好像陈沙一样 再多的现象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 无方法能够捕捉得到它 无方法能够捕捉得到它 中当无名之上 三相皆党 即不景空 之名空观 下面 见事尖尖尖沙无名 有三种烦恼 最二 一空,一齿空 无假亦无忠 假观是假者,无法,不地之为也 一切万法,通通俱足 为观,一念之心,俱足,一切诸法 这个是假的 维伦大师开吴说了五句话 最后一句话说的 可可其智性能生万法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宇宙一切的万法是从哪里来的? 智性变现出来的 智性是怎样变现出来的? 现代科学家刚刚研究到这个边缘 还是没有办法将它讲清楚了 佛就讲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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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句话说 可其智性本字举足 智性里面本有的,一样都没有欠缺 但是智性不现相的 一句话说 可其智性能生万法 这个就是预祷员了 预祷员现整个宇宙 一切万法包括了自己 一切万法 与万法 而一切万法 整个宇宙的万法 囚观一念假故 一假一切假 空无中 二不假 空也是假 中也是假 以三观皆能立法古 空立真体 假立续体 中立中体 三法皆空 可以叫做妙假 确实是妙 似有非有 第三是中观 中即中正 绝两边对待之为也 空更有是对立的 二姓不对立 内观一念之心 非空非假 直空即假 这个是中立 在智圣里面是找不到对立的 体是空的 相是假的 体虽然是空 能言一切想 虽然一切想 一切想 是空的 确实实 实实 尿不可得 所以 直空即假 由观一念中古,日中日齐中,无凶无假,地不中, 而三观当主,皆能绝代故也, 虚言凶,侧凶外无法, 言假,侧假外无法, 言中,侧凶外无法, 三皆绝代,即为愚中, 愿是愚庸,愿是愚满,这叫做宗观。 下面讲, 《住家庶三观》,以天台之三观为最普遍。 空观,观诸法之空体,观自成, 假观,观诸法之假体,观他的相,生灭相, 中观自有矣,两种,观之法, 亦非空亦非假,即是中, 亦为相肥至中观, 观之法亦空亦假,即是中, 亦为相照之观, 两种都好。 啊,又就盛德之理, 而惠惠惠三提, 众理上讲的,就修德之志, 而惠惠三观。 以悟人, 犯上之一心, 惟所观之境, 而观之, 就惟惟一心三观, 而三提三观, 有别、元、仪教、双伟。 啊,这里后面有一个表解。 说吧,修空观破见诗画, 正一切志, 正波弱德。 修假观破陈沙画, 正道种志, 正解脱德。 受众观破无名画, 正一切志志, 正法身德。 啊, 观修三观破三画, 正三子, 正三德。 我们再看经本了。 接着, 看, 看不见诸解。 幽化之一子, 即子, 一切有情、非情, 生死、裂半、诸法。 有情就是动物, 非情就是植物, 是矿物。 有情无情都有生死, 亦都有裂半、诸法。 欲化者, 背疏弱, 肥控肥甲, 疏弱, 疏弱之语, 即是众体。 这位既然愚化, 即非绝对空母, 固然非空。 若然是有, 即子于幻化而异, 并非实有。 这些都是说我们现实的环境。 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境界, 这里里面说事实的真相, 并非实有。 有机魂愚化, 乃非有, 乃非有, 而现假有。 既是幻化, 之所以举体是空。 这是真的。 故回疏, 巍巍巍, 非空非假, 宜空宜假, 此显. 是显宗道之矣, 观法与法者, 即观一切法解食中道。 中道是甚麽意思呢? 非空非假 这个就是中道了 以空以假 说空说假 在真正了解当中的意义就没错了 我们再看下这一段 三味尚直 三味是印度的说话 华语 亦成中国的意思叫做正定 尚直者 真体离生灭之上 为之上 诸烦恼之上为之直 一切法 八生灭灭 一切法的发生 无生灭 这个是上 一切法的上有生灭 生是无生灭 绝是断绝 绝什么呢?绝烦恼之上 烦恼前面跟我们讲了三大类 原始烦恼 陈沙烦恼 无命烦恼 这三大类 三大类的烦恼统统离开了 清静 泽灭 就现前了 这真正是八地 以上的境界了 为色述迹仰 这本书是规机大师作的 八生不灭 绝名相于尚直之尊 有智慧的人知道了 一切法确实 从星上讲 八生不灭 怎样才能够契入呢? 要绝名相于尚直之尊 尊就是笔语 尊就是道口 我们今天讲的是码头 在长江黄河里面 坐船码头叫做尊口 这是什么码头呢? 尚直的码头 尚直是真相 知名相 知道了 这些名相 是如来交学 八学不得已 用这些工具 千万不要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执着 这些工具是有用的 执着 毛病就出来了 好像是指路牌 你不执着它 知道这是指路牌 循着这个方向走 你能够达到目的地 如果你把这个指路牌 就当作是目的地 那就错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 用这些 巧妙方便的工具 达到自己 最后的目标 维释述述记讲 这个讲这个不生不免 绝名尚于尚直之尊 只顾情应疏弱 三味尚直 止行心也 止行者 收止之行 止心 一处 若止 乃是不定之以明 封门里面修行 无论是大乘小乘 中门教下 遜教 物教 修官 修旨 这是两大纲领 官是智慧 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汉婆 官就是汉婆 子就是放下 要止心一处 要止心一处 才行 所以佛法的修学 重视在一门三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门三入 就是止心一处 只心一处 容易得定 容易得三尾 三尾得到之后 继续用功 不要放弃 就有机会 大厕大悟 是什么呢 佛法修学的目的 就是这里 佛法这一样东西 不是教你记得多 而言得多 讲学多文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佛法修学的目的 就是教你开五盒 所以 佳定位 称三无六学 为什么呢 这个能够帮助你 达到 绝盘 无六就是绝盘了 绝盘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大厕大悟 大厕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佛陀教育 是教我们成佛的 佛有智慧 这种智慧 这种智慧 真正可以说是 无所不智 无所不能 这么大的智慧 原本究竟的智慧 从哪里来的 从定位当中来的 定位从哪里来的 是定位三学 是智慧里面 本智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你只要是懂得规矩 依照这个规矩去收 你就能够得到 真正想得到 至三不一处 你必须要知道 下三 只能够定在一处 两处三处 你就有分别了 你心的力量就分散了 只能够定在一处 只能够定在一处 解门 一步 无量仇经 加上黄念祖老居士的 集解 这部注解 好了不起 注解里面 引用了 83种经论 110种 祖师大德的注疏 注解的 集大成 太能得了 联络收集这些资料 开闷全部的佛教 就是大成小成 中门、教下 遣教、密教 通通都有 所以这部注解是圆满的佛教 这部注解 够了 看不懂的地方怎样办呢 不要紧要不要去理举 你只要是认真地去读 一片一片地去读 一定要读到三尾前 三尾就是确实 指心一处 心里面是没有妄想 没有集念 只有这部的经主 只有佛好 除这些之外 集念都没有了 坏了 与这些人 大切大悟 不远 一般人两三年的功夫 就开悟了 开悟之后 经里面的意思全部明白 因为师傅的障碍都没有 未有学过的经历也痛难 所谓是足类旁通 只要一接触就通难 为什麽一切法不离智性 一切法都是从智性流出来的 见性的人便有不知道的道理 见性是将智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智慧 不能尚好统统显法出来了 这叫大醒 真正是世出世间不知已法 绝明相 你烦恼 不生不灭 如于尚迹 尚迹是大定 如是三味 故魂心也 这是心的三味 不是剪的 我们学这个法门 得的三味叫做念佛三味 由于相恒重度 诸一切如法之妙观 这个等于是 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和佛的看法相同 佛是怎样看法呢 佛制度全部是假的 叫余化之妙观 化是变化的 也就是说 罪于一切法 都不能够将它当是真的 当是真的 就错了 一切法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是生灭法 全部是不可得 博弈经常说得真是好 一切法 无所有 不景空 不可得 于是一切法 于是我们的心就定了 为什么呢 心里面离开一切法 你先住于相直 即便是 不理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叫上直 一切法 无所有人的心 欲求 由于相恨中道 由于相恨中道 诸一切愚化之妙观 知亦入于不生不灭 甚深尚值之正顶 这个就是正宗所说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有两种 有时一心又离一心 是一心 见思烦恼断 正德国果位等于阿罗汉的知佛 地种是你一心不乱 无名破纳 等于化炎经上所说的 错诸以上发生菩萨的境界 这是深深境界 知亦入于不生不灭 深深尚值之静定 这个是你一心不乱 违教经约 譬如 悉水之静 古时候 才知提堂 古时候是没有自来水 没有电 所以大会人家 都有池塘 用水方便了 他住的环境 要刮一个池塘 甚至还要刮一条河河 保护村庄 这些水是很干净的 可以喝的 因此行者亦以修行人 为智慧水顾 禅修禅顶 要建一个祠堂 要有提霸 一定要做得坚固的 菩萨用这个来做比喻 修行人 为智慧水善 善修禅定 禅定好比提堂 禅定好比喻 零八十流失 不能被水流出去 修行人修 般若智慧 一定有定 一定有解 如果没定 没有解 他的智慧便会流失 此表定为等辞之恩恳 因地所收的 本经 大交缘起品阳 如来定为 勾昌无极 此期果得 大交缘起 第三品里面 里面有这句经文 如来定为 究竟 并不认 畅通 无极 无极限 无边界 这是如来所收的果得 如来所收的果得 我们要搞清楚 搞明白 这一段里面 就是讲的 界定为三颗 这三颗 通 一切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没有离开 界定位 离开界定位 就不能够食咒了 下面一段 善呼三颜 请看 经文 善呼口颜 不记他过 善呼身颜 不失律义 善呼意颜 清静 无盐 我们来看看念佬的注解 善呼口颜 下面六句 刚才念过的 表 菩萨 真口以三颜 清整 三颜 三颜 之中 以善呼意颜 为首要 是事迹菩萨善呼 纪念之正行 二颜 二颜 讲念头 怎样去护持自己 起心 动念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句 就是菩萨善呼自己念头的正行 由于心 心悸中道 精定常直 瞄较达真远 远离生灭 自然 远离一切烦恼之构 至二颜 至二颜 清淨无掩 二颜清淨 身口随之 身口以三颜 这是讲 真修行 真修行 伸些什么呢? 就修这三件事请 真修行 身口意 身口以三颜 是以二为主 二 如果是端正 身口自然就正了 所以它就变成 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 字面所学的 心悸中道 心悸中道 就是 对于一切法 一切法 看破 彻底地了解它的真相 如一切法里面 不再起心动念 那就是正定相直 对于一切法 还会起心动念 对于一切法 还会起心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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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依舊是认为一切是真有,我真想去拥有它,我真想去控制它,在这个念头, 这就是凡夫,在这做业。 如果一切法是真的,你控制它,佔有它,情有可远,是假的。 不但一切法,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控制,都不能够佔有。 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 年轻不老呢?都想啊?做不到啊?老化啦?一日比一日老啦? 不是一年比一年啊?不是十年比十年啊? 日日老化。你对这个身体不能够控制,不能够佔有。 无能为力。何方身内之物呢? 身内之物全部是假的。 谁修行人,佛教导我们随如。 有,很好。没有,也好。 不在这些事上操心。 应该在哪些地方操心呢? 在身口以上操心。 在戒定为常操心。 这样就对了。 身口要收戒定。 冤头要有智慧。 为什么呢? 这个是带得去的。 人死了,身体是带不去的。 戒定为,带得去。 人而君能够修戒定为。 这个是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要求世间的财色名利。 五欲六层。 统统都带不去的。 带不去的。 在这里上面操心错了。 这叫做做业。 带得去的。 要认真努力去学它。 这叫做功德。 功德是带得走的。 要认真努力去的。 心、契、忠道。 这句话很重要。 一定要将事实真相看清楚。 一世法。 即控即有。 大习经上, 和我们讲。 为心所言。 为色所变。 能生能源的性。 这个就是自己的本性。 本性是无现象。 它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自然的现象。 它什么都不是。 但是它有能力。 现象。 现物质。 现精神。 现自然的现象。 虽然现不是真的。 真是永恒不灭。 这叫真。 凡是有生灭的。 叫做无常。 无常的东西。 不可以收拾它。 没有办法占有它。 所以修行人, 将这一生, 将这个世界, 体作为是旅馆。 旅馆。 在此, 在此, 住几日, 一切, 随缘。 什么都好。 歡歡喜喜快快樂樂,幾天就離開了 要將極樂世界看作為老家 念念都是要回老家,念念都要親近阿彌陀佛 可以得到永遠的成就 究竟的成就 圓滿的成就 這個就是成佛 成怎樣的佛呢? 跟阿彌陀佛完全相同的佛 這樣就對了 圓滿生滅 這個是離一切生滅現象 亦就是說 凡事生滅的現象 不要放在心上 這個就是遠離生滅 自然遠離一切煩惱 至舊 事以以業清淨無染 業清淨 身口隨之 以口業魂不饑他過 佛法 排列的順序 排列的順序 身口依 在這個地方 他將口放在前面 身就放在後面 口身 以 一切煩惱 這個不是錯誤 而是有好心的用意 其中 為甚麼呢? 人的過失 凡口業的最多 口業最重 將它擺起第一句 特別提醒我們 一切時 一切處 謹慎口舌 不做口業 容易就是這裏了 在考業裏面 最重要的是 不羈他過 別人有過失 千萬不要說 不說就沒有事 說了會怎樣呢? 說了呢 別人知道 他會懷恨在心 就變成冤仇了 這個冤仇 機會成熟的時候 他便報復了 很麻煩 我們在經典裏面 看到的記載 冤冤相報 生生世世 沒緣沒了 苦不堪言 禍根是什麽呢? 就是說話不謹慎 這件事情 不但如釋道都說 我們看世界上 所有的宗教 沒有一個宗教不說的 所以 每一個宗教都可以稱得上是 世界 最重要的教育 最值得人學習的課程 幫助你這一生 事業成功 幸福美滿 還能夠幫助你 生生世世 向上提升 不至於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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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重要 會生生世世 自贖人 知過失 口業 不記他過者 失誘於 一業之 不見他過也 正確 浩沙不见众生过 他就不会批评别人了 不会诋谤别人 这是一定的道理 二一句二诗好心好讲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留下一课再学习 我们留下了